柯正胜现年72岁 曾经担任海军舰队司令部少将副司令 教准部中将司令等重要军职 在2003年6月退伍 台湾最高法院星期一 对柯正胜设间谍案做出了终审判决 认定柯正胜早在12年前就和中共方面接触 在其中穿针引线的是澳洲籍的审刑台商 判决指出 审刑台商在经营事业时 结识了中国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的官员 对方得知审刑台商和柯正胜收视后 从1998年5月到2005年4月间 多次通过审刑台商 安排柯正胜到澳洲、北京等地旅游 与解放军总政治部少将局长等 从事特务工作的人士见面 柯正胜并且允诺替中方牵线 介绍台湾海军降临 接着从2008到11年间 柯正胜出面招待了台湾海军的 徐姓、周姓少将夫妇到澳洲旅游 在由审刑商人通知解放军军官 赶到澳洲与徐州等人见面 但这两人都没有同意辩解 不久之后全案曝光 柯正胜和审刑商人被捕 据报道 柯正胜在落网时辩称 中方虽然找他统战 但谁统战谁还不知道呢 柯正胜向调查人员说 和中方人员接触是要推动两岸和平共存 但是立审的法官都不采信这个说法 最高法院星期一 依照违反国家安全法 将柯正胜判刑一年两个月 居中牵线的审刑台商 判刑一年双双定验 柯正胜是近年来因为担任中共间谍 遭到判刑定验的最高阶将领 国防部军事发言人罗绍和周二 对本案发表了评论 他说 对于我们退役的前辈 因为涉及到设法 然后遭到判刑定验 这点我们感到非常的遗憾 事实上的话就是说 最近这几年来 中共它转而就是对我们一些退役的人员 不管是退役的将领 或是我们退役的官兵 这种运回的方式 希望能够从外 然后来打到内部来 罗绍和说 这几年来 国防部除了加强国军官兵教育之外 也通过后备军人体系 不断地强化退役军人前辈们的警觉 我们还是要呼吁 不管是现役的军人 或者是我们退役的前辈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坚定的国家的意识 一定要深刻地要了解到 中共它对我们是 无手不用袭击地 用各种的方法来释收我们的情报 自由亚洲电台里 同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